這個影片很多人會說一部手機弄完的事情 本來這個項目是我用手機來弄的 但問題是我手機壞了 我手機壞了 所以我做不到這樣的事情 如果我可以去做 其實我會在這個方向去做的 但其實對我現在而言 鏡頭的通話是不一樣的 我都真的只是一個通話而已 對我來說是 每個奧華這個鏡頭很厲害 會怎樣變成什麼 是the idea behind 和畫面表達出來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張照片 我們不會說 哇這張照片鏡頭拍出來的 或者是黑色鏡頭拍出來的 我特別喜歡 因為它是黑色鏡頭拍出來的 我們不會看這張照片的 其實是吧 但是 但是很多照片的人說 哇我要這樣的相機 我才覺得這張照片才會好 但是我們看照片的時候 都不會想到 這是什麼品牌拍出來的 我們不會這樣想的 好 我真是不會 einer點好 就其實我不會 是那個technical拍出來的 我真的會要去 welter execution 和 feel and mood 這個時候的可能性完全可以 就跟我加藉了程 win小권 就連結合一個 CSV來說 我已經不懂 所以呢你對帶詞治係 NO LATO 所以你對特製的東西完全是沒有的 沒有的 你问我一点几分钟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是恶恶恶地摇一摇 灯光也可以 所以你是靠视线 是不是 你看到有视线在你的头脑里面了 所以你去放那些灯 放到有视线里面 你就可以拍的 是不是这么说 你觉得现在 像刚才说的 收到我的套件 现在的相机器 不单止相机 灯光 这些制作品 这么便宜了 你觉得是不是很多人 都可以有机会去制作自己爱做的东西 我有问过很多朋友 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工作做也好 没有工作也好 为什么你不去家里拍摄一些东西 拍摄一些portfolio也好 没有做工 你又没有那个 product 给客户看 为什么你自己不会 他又会跟我说 我没有这种 我没有那种 但是你又好像不同 你又好像有什么就用什么 其实我是有什么就用什么 我真的不会对技术的东西 灯光是好的 或者是怎样才能做到的东西 我是因为画面很强 因为有灯光就可以做 这个都可以慢慢地跟人 如果人人一部机 是不是全部人都可以做 其实第一点就是你需要这里的人 因为画面全部出来是因为这里 不是说你有一部很厉害的机器 很厉害的东西 你就可以做出来 如果你没有那个画面出来 你会觉得你也是做不到出来的 所以原来我们vlografter贵 不是贵是这些东西 这些是extra的东西 其实是贵这里的 因为这里表达出来的东西 给人知道 还有logic sense 给人知道 我觉得这一点不单纯在我们摄影师的社会 就好像一个创作者 说你这本书写得很好 你用什么笔 没有关系的 其实没有关系 只是一个技术 你用ballpoint pen也好 你用pencil也好 你都是写得出来一样的东西 其实你的studio 里面很简单 全部都很DIY的 你的装备 方法 怎么吊飞 全部都很DIY 你都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装备 什么方式 什么 big budget production 你都没有做这种东西 全部DIY 你都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这个 你都没有做 没有做这个 我都没有做 想不到 这样就可以了 以前我是看过一个朋友拍的 是拍那个Burger King 因为看Burger King是当时的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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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了一个shut behind the scene 我看了 哇 整个production 很夸张的 真的 很多东西去support 很多东西去调 之后为了一个shut 也应该成人的这个节目 所以我是从那里的inspire了 我才想到这个limitation photography 之后我就在想 我现在一间房里面 没有那些东西 没有那些装备 我应该怎么用呢 因为全部DIY 你不碰到不行 我就问我老爸 因为我老大工程来的 以前是工程来的 哦 因为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怎么弄它 我怎么弄它 怎么弄它 就跟我讲 我们谈谈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好 就是你 不会被equipment 去limit自己的imagination 你想做什么 你就想尽方法去execute 你不会说 我没有这种东西 我做不到 我没有这种东西 我做得不漂亮 你还是会想办法去做 做出来 总之要做出来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做出来就对了 这个都是我的一个experience 我以前在image room 收拾assistant 所以我的photographer 他跟我说 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效果 我们就想办法去做出来 studio里面有什么装备 就拿出来用 或者没什么 差什么装备 我们都想办法去做出来给他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们不能说 我做不到 因为没有这么多东西 他会被人骂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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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厨处 我来说 这个是以前我去workshop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photographer教的 他说有一个technic 有一个skill就是焦点厨处 你怎么在你身边拿鲜香的东西 你就可以拍到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感动的concept 演变了我今天的project 我现在最练习的东西 拍到很厉害的装备 那是什么inspire 所以这样说 其实creativity 这种东西 似乎都不是靠装备的东西 总之你有creativity 你就可以做出来 你可以拿那些household item 有些很普通的东西 你做出来 所以equipment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equation 最大的equation就是你自己的creativity 和你的problem solving skills 你怎么钓这种东西 用什么来钓 用什么方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对 所以先看我的behind the scene 很多人对我的behind the scene 越来越有趣 很多人对我的behind the scene 看我的behind the scene 越来越有趣 我给你带走